水环境改善继港南运河公园改造完成后 新竹市在获得中央2.7亿元的补助 将进行17公里自行车道 沿线景观改善计划二期工程 以及沿线的桥梁补墙修缮 那2.7亿的部分有两个部分 会去做一些17公里的改善 第一个部分大概会将近2亿2的经费 我们来做一起工程的延续 那这个部分的思考大概会从中 在着重在绿化减量 跟所谓的生态的保护原则下去处理 在绿化的部分呢 我们会增加所谓的绿化的空间 包含海堤的上面 还有看海公园跟渔港之间的防风林的绿化 那减量的部分会延续第一期的 17公里自行车道的照明跟栏杆的方式 用减量轻量化的方式 去做整个栏杆跟照明的设施的改善 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17公里自行车道里面 其实有6座蛮主要的自行车道桥梁 那在海岸边其实有一段时间了 那我们现在透过这一次 争取到的5000万的经费 做个整个桥梁的系统性跟结构上面的一个安全检查 那做一些补强的动作 同时它的颜色部分也做一些改变 那希望能够提供给民众比较不同以往的一个 17公里自行车道桥梁的一个形式跟彩色的样貌 在市政团队的努力下已经投入超过25亿打造微笑水岸 透过整合观光与自然资源以17公里海岸线为例 串联了新竹渔港港南运河公园 南港赏鸟区赏蟹步道以及香山湿地 营造出独特与环境共生的自然景观 台坡新竹万事连采访报导